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点加入星电视YouTube会员吧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视听众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 上星期会尝试回应 很多网友在评论中留过一些问题 其中最多人关心或最多人提到 应该是中美关系 很大程度上 这亦是目前核心的国际关系 但这方面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应该是多边关系 大家应该从整个世界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 但美国基本上 都是将中国看成竞争 甚至是对抗 大家很多时候都关心到或提到 一个中美关系的评价 都会提及到 邓小平曾经说过的说话 就是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 也坏不到哪里 那句说话 到底今时今日是否对的呢? 可能前部分还是有效的 但后一句很难说 毕竟邓小平说这句说话 中国还未被美国视为一个头号的对手 而套用股市评论的说法 应该目前中美的关系 反复沉底 不排除惡劣的情况 就可能会大乱事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 说到中美关系 一定会提到两大征兆 其一是拜登似乎在努力地 改变特朗普的一些不太妥当的招数 第二是仍然在继续加强意识形态牌 尤其是大打台湾牌 总体来说 中国方面的评论对未来非常有信心 尤其是觉得美国已无能力成为世界霸主 甚至说到崩溃边缘 但美国是否真的再无能力称霸世界呢? 美国走下坡是真实 但距离崩溃仍差得太远 尤其是现阶段过度贬低美国 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甚至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美国是否真的这么笨 当然不会 双方都有足够智慧制定针对性策略 从中国来说 当然一定会强调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原因是中国最希望最重要的 就是做到和平发展 也可以说在目前阶段 中国虽然有足够能力抵挡美国的攻击 甚至可以做到两败俱伤 但目前 除了中国没有意图取代美国的位置外 也根本没有能力直接击败美国 所以必须强调中美合作共扬 因为理论上 这个的确符合中国和美国利益 甚至整个世界的利益 从全球化对世界的真实影响来看 撇除一部分资本家太贪婪之外 太沉浸了更多利益之外 效果其实是正面的 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 虽然要平衡对社会和环境的冲击 但最起码多了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当然追求和平合作共赢 可能只不过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我们翻开美国的成长历史 根本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是以一个合作的方式 去争取发展空间 过去基本上都是靠强解力量 无论是工业的力量 又或者是军事的力量 对于合作来说 真的从来都不在美国的字典上 美国口中说的合作 其实都是利用 去到最后都是要击败对方 所以无论特朗普 又或者拜登都好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攻击和抹黑中国 如果现在我们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想想 现阶段可以如何击败中国 第一当然是用军事力量 但中国也有制造两败驱伤的可能 所以军事对抗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但你们之前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呢? 除了在外在上制造一些阵营和壁垒之外 对于美国来说 所谓国际关系到尾 都是要挑起对方的国内矛盾 制造分裂 所以无论是透过冷战 又或者军事竞赛 甚至是制造金融动荡也好 种种分裂方法 最后的关键是否能成功挑起对方 即是中国的内部矛盾 这才是打击中国制造混乱的唯一方法 这也是美国为何一次用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 来制造麻烦的原因 从深层政府对于美国人民来看 而是要不断控制言论 制造一个邪恶的假想敌 所以虽然特朗普把问题推卸向中国 直接搞到仇恨亚裔 Asian Crime 这算不算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不幸地对美国政府来说 都可以说不是 就算拜登也要维持美国人有共同的打击对象 而亚裔人在美国仍然属于可以牺牲 甚至可以借此对亚裔群体造成分裂 或者更能够争取像印度族裔的支持 正如有网友都提到 在政客口中的公义人权可以说一文不值 世界人民难道看不清楚吗? 问题不是世界人民有没有看清楚 而是他们有没有去看 又或者能不能去看 正如大部分平民百姓都只想生活平稳就可以了 就算他们知道这些是政客的房子又如何? 除了提醒身边的人不去传播错误的讯息外 其他方面有更多的无力感 甚至更明显地只要跟大队便可以了 又或者好像美国撤出阿富汗 令人联想到越南的警方 有不少评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评论 都认为美国不行了 美国近几十年打仗都未贏过 这同样是个误解 有些听众都看得非常深入 美国仍然是第一 打阿富汗二十年输赢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这二十年共赚了多少利益 赚的是军火商、贪污美军 和阿富汗快捋政府高层而移 当然美国选择这些军事行动 应该是地缘政治的考虑 但一旦展开了 操纵这个事件或得到最大的利益 当然是军金集团 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情况 这些军事行动都是恃强力弱 很快就打赢了 之后就利用一个军事占据 为这些集团谋取利益 表面上去到最后是无功而完 但一直延续这些军事占据 即是被背后的军事和跨国集团分享到利益 虽然美国表面上负债累累 但这些大量的资金 其实只是通过国际 由国家和外国主权基金 或其他地区 转移到这些军金集团的手上 所以过去20年 大家看看美国的经济 不是一直向上发展吗? 这就证实 由实际利益上 对背后的深层政府来说 其实是打赢了 也赚到钱 另一个网友都相当关心的 就是未来中国的发展情况 背后也反映出一个欧美国家 经常都很喜欢提及 但其实是假象的 就是以选票来虚构的所谓民主 听众S.C.Hol曾提到 在北美多年每四年就经历两次以上的选举 我听到身边的朋友 不论中外 最多的一句评语 就是两个候选人都这么难 只可以选一个破坏力较少的 当选举是要选一个破坏性少 而不是选一个做得的 其实已经证明了 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是完全失败 但是西方仍然沉迷宗教 去接受现有的选举制度 完全没有想过要改变 如果我们从实际效果去看 这种选举的结构 完全是为了给少数人 劳劳掌权的一个好的方法 这些由军金集团组成的联盟 其实是完全控制所有的选择 无论是哪个党派也好 关键到尾都是背后的金主 当然这些金主都有各自的利益 但是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人 都很惯用做雕 明白到有取舍和妥协 所以当大家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其实背后就代表了 习惯了这种利益分配 所以基本上所谓选严任能 根本就不存在 选票只是在心理上 让人好像有选择 而最关键的地方是 这些政党能够在施政的时候 可以堂而皇之地和大家说 我这个政权是得到大多数人的选择 是拥有所谓民意授权的 当社会的利益分配变得更加极端 而政党施政变得越来越短促的时候 时间越来越短的时候 不但没有了长远规划的空间 当个人利益就在眼前 有了民意授权这把上方保剑 就变成只顾党派利益 毫无顾忌地胡作非为 而这种情况 无论是特朗普时代 或是台湾政府 都完全反映到这种形势 我是霍永强 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说听众提出的问题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